刘先生咽龄长达44年 多年前身体健康出问题 才终于下定决心戒掉咽隐 59岁的时候装了一个心脏支架 医生就建议我 你这个抽咽一定要戒掉 这个嘉医师给了一些戒咽药 当然前三个月效果还不错 但后面要靠自己的意志力跟决心 不能全部依赖这个药 历经鼻咽来及两次中风的惨痛经验 林先生为了家人 六年前彻底戒咽 92年生病有戒 可是戒了一阵子戒不掉 然后到102年的时候中风了 我老婆一直说身体还是要紧 那我还是就这样子慢慢戒掉 能够成功戒咽 主要是医师及戒咽各管师的协助 彻底脱离米谷丁的掌控 增强他戒咽的自信心 还有就是找到咽的替代物 我常常会跟他说 想抽咽 请你马上站起来 去喝个水吧 去洗洗脸吧 去伸展一下你的肢体吧 这样的分散注意力 咽后想抽咽的冲动 戒咽之所以困难 主要是引君子在戒咽过程中 减少吸收尼古丁 容易产生身体不适的现象 称为戒断症候群 烟的尼古丁会进入我们大脑的尼古丁接受体 然后就会让大脑分明一个叫多巴胺 所以会有放松啊 抒压的感觉 所以不抽咽以后 戒断的症状包括烦躁不安 焦虑啦 无法集中注意力 情绪会整个被捆绑 所以很难接触 烟草中含有尼古丁胶油等超过7000多种化学成分 包含93种致癌及有害物质 对于口腔 食道 气管 肺 甚至全身器官都造成伤害 这些有害物质 致癌物质进到血液当中之后 只要血液运行得到的地方 它都可能会造成影响 比如说血管的硬化啦 心脏疾病啦 肾脏疾病 或者是说肺部以外的恶性肿瘤 这些都可能跟吸烟有关 想要改掉抽烟习惯 可以设定一个戒烟日期 扔掉所有的香烟和烟灰缸 或报名团体戒烟计划 避免自己与亲友继续受到香烟的危害 大家新闻 蔡佩穎 邓英中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